一对夫妻匆忙跑进派出所 神情慌张寻求协助 这对夫妻住在台东池上香 13号上午9点多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自称是高雄市的园警 说要他们配合办案 甚至还问财产有多少 让他们非常紧张 赶快到附近的派出所去 园警一听发现不对劲 因为警方绝对不会打电话这样要求 立刻跟着这对夫妻回到家里 查询来电记录 甚至还要做笔录 而且园警一回拨电话竟然是空号 拆穿假冒警察诈骗手法 而不止台东 在台中也有类似案件 我过去前我先拿回来了 不要不要 你这样我感觉比较奇怪 你要跟我说一下 是什么总共你这样很特别 台中龙警这名七十多岁的妇人 十一号上午到邮局 一口气要提领六十三万元 但她支支吾吾说不出用途 行员马上报警 经过警方了解 原来妇人是接到假检察官的来电 说各自外泄遭冒用身份 要交六十三万 不然账户未被冻结 一场骗局 幸好被及时拦阻 有假警察 假检察官 还有 云林这名六十多岁阳性男子 认识自称美国将军的网友 网友说要到台湾定居 需要办入境手续 请他汇款两千一百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六万多元 男子信以为真 前差点就要汇出去了 诈骗集团掌握被害人资料 根据年纪用不同的方式 试话手机网路都是管道 假冒身份话术多变 民众得小心判断 TVBS新闻 刘景元张成敏黄凯净 台东云林台中 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